新北市警察局举办109年基优礼守望相助队颁奖典礼 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 并且感谢守望相助队对治安的维护贡献 今年一共有60对获得表扬 其中新店区的建国礼再度获得特优殊荣 而吉祥礼则是获得优等 新北市警察局举办109年基优礼守望相助队颁奖典礼 今年从594队中评选出60队基优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到场颁奖 他表示非常感谢与敬佩里长和每一位守望相助队的队员 因为有他们的奉献付出 新北治安和市政推动才能更加顺利 长得以来牺牲获献 每次给我们治安和国安法庄 在这次的颁奖表扬中 新店区建国礼再次获得特优殊荣 里长苏高雪娇表示 守望相助队不论风雨都需要坚守巡视工作 而参与的志工队员最令人感佩的 就是即使自己有事不能来 也会主动与其他队员调班 而每个晚上的深夜 都可以看见守望相助队队员穿梭在巷弄的身影 我觉得他们的自我管理我觉得更赞 我们的新手队 譬如说他排定的是在礼拜一 但是礼拜一他有事情 他就自动跟礼拜二或礼拜三的队员来换 所以我们每一天晚上大概都可以看到 我们有六个至八个队员 晚上在巡逻 在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在我们的建国礼大街小巷这样子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新的提醒他说 这么晚回家要小心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窝心这样 然后也有老人啊 回到家的时候 比如说他行动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利落 然后我们都会帮他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的里长真好 大家都很贴心这样子 那这种有互动的感觉 我们也会觉得很棒 就不会觉得说有什么辛苦的感觉 另外新店区吉祥里则获得优等奖 里长林永会表示 里内守望项住队已经成立25年 除了晚间巡视 包括在台风夜 还要协助陆树倒塌清除 每位队员都相当尽心尽力 除了平常的守望 还有社区的维护的治安 最重要是在我们的碰到台风天 我们的防灾救灾 在这外面守望项住所表现出来的努力 各方面是非常好的 因为台风天我们的山西的树会倒 全部由我们守望项住的用技术的把路撑开 包括这个所有的一些比较自然的死角 还有这个商店街 还有公园里面 我们都要去注意到它的安全在 所以我们队员是用走路的 那我们小区这样走一趟的话 要一个小时多左右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这次有12队特优 20队优等以及28队甲等 每一位守望项住队队员们 都是自发性长期的维护家园治安 并且共同协助里内或社区其他市政工作 再次感谢守望项住队的伙伴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